你尋,他尋,個個都尋關公 難道關公個個都想關照嗎? 適逢今天是農曆6月24日 相傳是關公的生日 就給他偷偷看 歌頌他一生,慶祝一下 史書關羽傳記載 關公是河東蟹洲人 有把長鬚,不過沒有說他紅臉 紅臉是小說三國演義的描述 關公,實名關羽,又叫關群牆 是東蟹末年劉比的大將 相傳關公小時候跟爸爸霧龍 當時有個惡霸叫呂熊 常常欺負百姓 關公二十歲那年 一時意氣拿著把刀衝入呂熊家 就將他殺了 搞到自己被通緝,父母跳井自盡 不過其他人就多謝關家 還在關公父母跳井井口上 建了五層高塔 但是自此關公就要走路 由山西走到河北省 直到二十四歲,爆黃金之聯 有漢室王族血統的劉比 組成義勇軍抗聯 關羽和張飛先後加入 自此情如兄弟 在三國演義就有桃園三傑義的情節 非童年童月童日生 但願童年童月童日死 突顯他們的兄弟情深 後來就算曹操對關公怎麼好 都留住他的心 關公只是一心對劉比 將曹操打到截截敗退 誰知曹操和孫權聯手 關公大意識競走 最後被孫權斬首 中年五十九歲 相傳關公死後一個月 曹操女夢相繼離世 民間就流傳是關公顯靈報仇 所以最初起關公廟拜祭 民眾不是為了祈福而是被兇的 而到現在因為關公中心又夠義氣 黑白兩道不同界別行業 個個都拜關公 要小心留意關公的鞋 穿黑鞋代表警察做官的 穿紅鞋代表江湖 穿綠鞋代表草根 經常有人問 個個都拜關公 難道個個關公都保佑嗎 唯有記住做人要有忠義精神 生活太多限制 未必可以說飛就飛 直上只想旅行全新網站 不用限時限刻 隨時想去邊就click去邊